好,声音放着听 自律陪伴你左右 就在扬声望来 扬声昂赖 大家好,我是子明 大家好,我是雅醇 子明啊,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抗痛月哦 听哦,听有什么人好说的啊 哎呀,很多啊 像是膝盖痛啊 还是以前痛的痛啊 对,对,对 我的腰开始好像不舒服 还是肌肉酸痛 还是像是胃食道逆流啊 我已经有了 还是牙痛 人家说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要人命耶 真的,你看看 这些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常发生的呢 哎呦,你这样说起来 我过时哭了开始感觉 我好像腰在伸 我相信很多时代 对这个疑惊都很有兴趣的吧 没错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 有邀请两位专业的医生 来跟我们分享哦 哦,我请个专业的医生哦 还是多两位 让我先卖个关子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这样我们按时收听 我们扬声望来 我们就听得到 我们两位疑心 跟我们作为分享咯 没错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要记得准时收听哦 好,我们这个月抗痛月 那既然是抗痛月啊 子民 那我们这个礼拜要讲的 主题,题目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不愉快 有时候想要去找疑心 我们都会想说 要找什么疑心 有一句叫做 那就是3CM比人好 3CM比人好 对,就是代表说 我们如果去找到好的疑心 我们这些毛病 很快就好了,你知道吗 真的耶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有时候看一次看了很久 都没有好 我们就会再去看第二个 或者是看第三个 来确定一下 我们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对不对 也有人在说 这个疑心对我来说很好 对白人来说就不一定了 所以说是3CM嘛 对不对 你知道啊 我们去读到疑心的时候 是要怎么做 让疑心清清楚楚 了解我们的问题吗 怎么做 就是跟他说 我哪里听 你先唱 来,我们来演一下 我表演一下 好啊 疑心啊 我人就没愉快了啦 你没愉快哦 是哪里没愉快啊 那就整身语没愉快了啦 整身语哦 我这也没愉快 那也没愉快 你干脆哦 你帮我煮一下虾啦 让我吃的油就好了啦 啊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好清楚 像我们的状况 说给医生知道 啊 直接你要叫医生怎么做 开油好你吃 这油怎么适合你 不知道你的状况 如果你煮一下 你敢不放心 所以像刚刚的状况 就是他什么 其实都没有讲清楚嘛 对不对 然后就叫医生啊 直接开药给他就好啦 这个会不会是 现在很常发生的事情 有可能啦 那我们主要说 我们如果真的要让医生 清楚知道我们的状况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上市 向我们所有的不爽快 让我们所有的问题 说给我们知道 一般的人会看医生 一定我们身体 有些不舒服的 不爽快的地方 你如果清楚让医生知道 医生比较好好的 判断 说你是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清楚知道你的问题 他比较好对症下药 对对对 你讲得够清楚 医生知道你的状况 他才能可以提供 给你最适合的协助哦 对啊 那子民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 描述我们自己的疼痛 可以让医生 更有效地知道 我们的状况呢 像我们刚才那个小剧场 有疑心第一句 有人问说 你是哪里疼吗 是哪里疼 我们有得清楚 说哪里疼吗 比如说 我膝盖痛 或者是 我肚子在痛 所以部位要讲清楚 你的部位大小 大小哦 你如果说 我这区 还是这一所在 在痛 痛什么看来 很多 有人说 痛的部分 还有分什么 我没什么松开 还是我痛到没什么 喝手 对 还是中中痛 对 所以人们在说 这痛 医生的判断 有分做 零到十分 零到十分哦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零就是没听 最简单的零都没听 对 所有的十分就是 听到没法喝手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虽然是大宝的 但我听说 小孩的痛 这是最痛最痛的地方 痛到没法喝手 这样超级痛的 我们之前在痛 像是说皮爪 是痛到没法喝手 神经痛 我们想看看 如果是说 十分是像孕妇 疼得没法喝手 差不多一分 差不多像是蚊子在痛 刚才在痛 蚊子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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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也有一分 那就最轻的 没有感觉 自身闭起来 蚊啊 虫啊 咬到的那种 对啊 像我说的 零到十分 我们了解 你想看看 什么是十一分 十一分 最高不就十分而已吗 对啊 你刚才在生孩子的时候 都叫我加到 你也是做无聊的 你只有十一分 开玩笑 开玩笑 好 所以我们 痛的程度 这也是要让医生就知道 对 要讲清楚 对啊 我们痛的感受 痛的所有不松快的部分 要让医生 我们清清楚楚的了解 对啊 就像我们 如果是肚子痛的话 也有分比较 表面的嘛 也有分比较里面的嘛 对不对 那它的范围大小啊 好像都要清楚的 让医生知道 对对对 它的范围大 和范围的轻 也有说 有时候 有一点疼 是我们 有得清清楚楚 说出来 都会他在疼 像我们 手啦 腳啦 你说的腰啦 脆气啦 我们都有得 说得清楚 还有另外一种疼 是我们 像我们 我们肚子里面 有的 我们内脏痛 内脏痛 我们像我们 有得清楚 闭出来的 那叫做 体表痛 可以很明确的 指出来的 就对了 就是体表痛 有时候 虽然有时候 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我们也有得清楚 说出来 我是 多一个部位在疼 这都可以 做一个体表痛 但是有时候 疼 好像深层的 脆气流 就在内脏 这股 有闷闷的痛 很不舒服的痛 这个有可能 是内脏痛 这也是要清楚 让医生就知道 让医生就判断 是部位 还是范围在疼 嗯 那疼的部分 我们刚才说过 有1到10分 那个感受的部分 对 疼的还有分 有的是刺痛 酸痛 闷痛 嗯 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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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方 好像会燙燙 像胃食道逆流 就可能燙燙 对对对对 我们的着热 因为胃食道逆流 跟它烧烫伤 会修心 人家说会修心 像我们刚才说的 内脏痛 就是隐隐作痛 隐痛 就是脚麻的麻痛 这都是可以 他先说清楚的 所以我们真的 就是要清楚的 先去观察好 我们到底是 哪个部位 不舒服 然后它是 怎么样子的痛法 对对对 像刚刚子明 有形容了很多 不一样的痛法 我觉得 我们可以先去观察一下 大概痛多久了 维持多久了 这个也很重要 都要让医生 清楚的知道 你的资讯才行 是没问题 但是 像说 有时候我们在痛的时候 会伴随着什么 我一痛之后 全身有力 腿软 垃圾 甚至有时候 会有一些恶心 想吐 还有这样子的 有啊有啊 这都也是要让医生知道 医生知道的资讯越多 他就可以越清楚的去判断 然后才能 刚刚讲到的 对症下药嘛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第四项 我们说 我们死的重点 第一个是 都有疼痛 疼的感受 有伴随什么症状 没有 第四项就是 我们疼的时候 差不多都会 什么时候在疼 有的人在疼的时候 是有那个 早上在疼 还是有的人 是晚上 晚上 晚上 病病 摘摘摘摘 或者头在疼 什么样的时尊 什么样的时间点 会疼 这有时候也不一定 也需要让医生知道 嗯嗯嗯 所以就是有四个重点 要再跟大家 就是重复的 需要注意的 就是 子明刚刚有提到 疼痛的部位 部位点 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疼痛的感受 疼痛的感受 第三个是你疼痛时 有没有同时伴随其他的症状 第四个是你疼痛的时间点 或者是持续的长短 有些人二十四小时都会疼 我疼整天的 有的人是特定日子 不就是晚上才会疼 这都会说清楚 所以这四点大家可以一起记下来 所以我们来看医生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医生 都是受过专业的受训练 我们如果从这些清楚的部分 说得知 会合医的专业 才有清楚地了解 我们可能是什么样的症状 他如果越清楚 越有得对症下药 越有得让我们好的建议 我们才有去用好好对待 好好治疗 才有得招力解决我们的问题 没错 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清楚说明的话 医生就可以帮我们度过 就是比较不舒服的时间 可以把它缩短哦 我们今天说的 主要是我们要怎么跟医生就说 如果要怎么保佑 如果是我们的筋膜 我们的肩膀 我们的腰 跟其他的问题 我们再来后边 还有三集的Podcast 可以听吗 对 这些内容 请大家敬请期待 要准时收听哦 阳生旺来 阳生旺来 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 扬声慈善基金会 公益赞助播出 点亮虚忘大光 有人漫步人生长浪 幸福路上 每一天都 充满阳光 Zither Harp